大家好,我是亮哥 今天来看一部不听音乐就飙不了车的电影 集到车神 故事开始 男主小白别看年纪小 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司机啊 一个热爱音乐脱离了积极趣味的老司机 擅长各种骄移甩尾等高难度动作 不过小白这个老司机必须听音乐才能飙车 别看小白现在戴着墨镜 耳机不理声 很装13的样子 原来他小时候曾经遭遇车祸 父母双亡 给小白留下了耳鸣的后遗症 只能依靠全天后戴耳机缓解 至于戴墨镜可能就和他工作一关了 小白是专门帮罪犯淘宝的司机 戴墨镜就是怕人认出来 这次小白和他的同伙们准备抢一家银行 三个同伙下车后 小白开始放音乐找找节奏 同伙得手的同时 小白也找好了节奏 跟着音乐的节奏 上演了场羞辱警车的精彩表演 一个漂亮的甩尾掉头逃离 赶来的警察虽然一路追踪 但是面对动不动就飘移的小白 显然只有吃飞的份了 路上的警察越来越多 却始终拦不住小白的车子 小白驾驶的车子不时又惊起来动作 搞得车里的同伙差点要哭子了 警察设置的路障也毛勇没有 被小白轻松躲过 不过哭了后面紧追不舍的警车了 小白一路逃窜 看见两辆和自己都是红色的车子 有了主意 一个飘移掉头 加速和两辆红车并排而行 此时警方的直升机正在上方追踪 行驶到一柱桥洞下后 小白突然加速 穿到了一辆红车的前方 或是那辆红车和他互换了车道 出动以后警方的目标 还是原来车道里的红车 小白再带着同伙从岔道离开 以此抢劫行动完美的落幕 分前的时候 同伙龙套男看小白一脸装13的样子 很不爽 就嘲笑小白是个傻子嘛 否则策划整个行动的老大眼镜表示 傻子动作慢他慢吗 当然眼镜说的是开车 或是这某个方面 同伙龙套的CP组合也表示 人家装个13怎么了 装13是每个人的权利 男的叫他胡子哥 女的这么漂亮 就叫金莲吧 分前后各回各脚 各伤各伤 因此是眼镜告诉小白 再干最后一票 咱俩就两清了 原来小白12岁的时候 偷了眼镜的奔驰车 还把车给弄毁了 小白干这行是在还账的 不过眼镜也挺看重小白的 他的犯罪行动 从来不用完全相同的一票人 而是在一堆合适的人选里排列组合 自己不参与行动 只管策划 自从用了小白以后 眼镜就十年没换过司机了 一直都是小白 回到家后 小白掏出了录音机 里面录的是眼镜的身影 看到这里 我以为小白是在秘密 收集眼镜的犯罪证据呢 结果呢 小白只是把录音 做成了鬼畜音乐 这仅仅是他的爱好而已 小白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邂逅了小云 两人一见钟情 两人以音乐为媒介 迅速坠入了爱河 最后一票终于来了 这次的三人是 穿红岛黑衣服的老黑 和两颗龙套 抢劫行动很顺利 就是淘宝的时候 碰见了建议永远的好市民 给他们制造了一点麻烦 造成了他们走错路线 碰上了堵车 接着他们迅速抢了一辆车 小白这时候还做起了好人好事 把车里的孩子 报还给了车主 这引起了老黑的不满 顺利的完成这次抢劫后 眼镜也很有信用的 对小白说 咱俩两亲啊 回到家 能金盆洗手的小白很高兴啊 挣了点钱的小白 为了显白显白 带着小云去一个高级的餐厅吃饭 却碰到了眼镜 眼镜对小白很是看重 希望小白能够合作 小白当然不同意了 好不容易还行了账 这样刺激的生活 他不想过了 眼镜拿起了小云 又火起了小白 跟我合作 保证让你开豪车 住别墅 还能天天带着女朋友来这里吃饭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就算让他吃金子都可以 小白主意一定 淡定的拒绝了 眼镜只好给小白讲了个故事 我以前呢 有个朋友也是玩汽车的 后来他们两口子改玩轮椅了 不知道你想不想玩轮椅呢 小白一听说 我只想开车 眼镜说你做了正确的选择 就这样小白不得不重操就业 这次的抢劫团队居然是熟人 老黑和CP组合 在去军火的时候 老黑不讲江湖道义 把他们杀了个金光 随后要去小云上玩的餐厅吃饭 到了餐厅以后 小白装作不认识小云 不过眼镜的老黑 发现了小白和小云有猫腻 就用枪吓唬小云 被小白拦住 结果不欢而散 回到老我后 眼镜则被老黑 不将江湖道义 打死卖武器的 而小黑迎来警察的 建议取消行动 老黑则说 我做得很干净 不同于取消行动 最终几人经过投票 还是决定明天行动 半夜想去和小云 优惑的小白被大家发现 而且老黑发现了他的录音机 本来老黑就出入针对小白 这下有证据了 小白努力的解释 但是他们不信 老黑就去他家里 抢了养父的轮椅 还抢了他妈留下的珍贵磁带 不过随后就证明了小白的清白 录音只是他的爱好 小白也对老黑不满到了极点 为后面老黑他们的悲剧 埋下了伏笔 第二天行动的时候 小白又做起了好人好事 可以为去邮局的大妈使眼色 让他赶紧离开 老黑和胡子哥今年出来以后 老黑对着小白就开始逼逼了 还拿枪威胁小白 小白这下小宇宙爆发了 正好看见了前面货车上油盔钢筋 小白猛加油门 直接把老黑出了个透心凉 到这里老黑的媳妇就杀劲了 成功的帮助小白传水了 警察马上来了 车现在是不能开了 剩下的单位只能玩命的跑了 小白把男女组合扔下电位 自己进行了跨栏 长跑 跑酷等 反正就是各种跑 中间又抢了一辆车 由于没有英语的节奏 还没走那就装车了 一看的是和胡子哥今年的车装了 气得胡子哥是大妈 你真他妈的是个扫把心啊 接着和赶上的警察一阵火拼 最后金莲被乱枪打死 好可惜啊 小白拿上了钱 中途抢了一位老太太的车 还把老太太钱包还给了他 随后就去找小云准备亡命天涯 到了小云上班的餐厅 胡子哥正蹬在那里 金莲的死让他伤心不已 正是小白的反水让金莲魂归地府 胡子哥就要杀了小白为金莲报仇 正在这时候一个警察来上厕所 小白趁着胡子哥分神之际 抓住机会给了胡子哥一枪 带上小云就跑了 随后小白到他们抢劫的工作室 要拿回自己母亲留下的磁带 却碰到了眼镜 眼镜可能对小白是真爱吧 只是骂了小白一嘴 并让他带着钱跑到国外好好生活 自己也准备跑路了 刚出电梯就碰到了军火伤的人前来复仇 眼镜实在身为小白挡钱 并把几个人解决了 刚解决了一波 下一波又来了 胡子哥杀了过来 眼镜让小白赶紧跑 自己断后拦住胡子哥 结果被胡子哥当场撞死 小白带着女友急忙上了一辆车 之后就是一段你追我赶的戏 小白是一路的倒车狂飙 胡子哥在后面紧追不舍 一路向着车骨的上方前进 途中胡子哥技术不佳 撞了一下失去了小白的踪迹 而小白那次藏意了起来 等胡子哥先升以后 换了一辆车静止撞向了胡子哥 他要和胡子哥来个了断 这时撞了一下的小白再次不见了 这次换了一辆更大马力的越野车 冲向了胡子哥 他要把胡子哥撞下去 彻底结束他的追杀 随着劲爆的音乐响起 胡子哥节节败退 不过在最后的时刻 他跳车逃了出来 在小白下车查看的时候 被胡子哥用枪控制住了 又到了百看不愿 反派死于话兔的环节了 胡子哥非要让小白 看着自己心爱的人死去 结果被小音乐撬棍 打掉了手里的枪 被小白捡起 开枪射中了胡子哥的腿 胡子哥吃痛没站好 摔了下去 和这个世界过得歪了 小白也终于解决了所有的麻烦 可是电影最后 小白并没有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警察早已在边境等着他呢 不过在小白做好人好事 对象的证词下 小白被侵犯了许多 有期途径二十五年 不过五年后就可以假释 就这样小白在狱中 老老实实表现积极 五年后成功地离开了监狱 和小云成功打起了波 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中动感的音乐 和刺激的飙车戏 实在让人过瘾啊 对于这两类的爱好者来说 此片不可错过 同时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都不能忘记 学习了一封好榜样 好了别忘了 简单转发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